男人经常这样给你发消息 其实爱惨你了 第一 深爱你的男人 不一定每天习惯地跟你说晚安 但是会对你嘘寒问暖 比如天冷了 要照顾好自己 不然我要担心了 绝大多数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很少用花言巧语 或者什么甜言蜜语 他会用他的行动告诉你 什么叫做我爱你 他会做那些默默守护在你身边的男人 主动关心你 爱护你 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和伤害 第二 深爱你的男人 不会对你不理不睬 他会经常跟你聊天 发信息 说出甜言蜜语 比如我想你 就是最常见的一句 男人说话有一个规则 尤其是最入爱河中的男人 说话越简单越真实 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对你花言巧语 嘴巴好像抹了蜂蜜一样 那么这个男人往往靠不住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会说的男人往往做不好 因为他的功夫都花在了嘴巴上面 哪来的时间磨砺自己的手脚呢 第三 深爱你的男人 即使才蛮晚一天的工作 再晚再累 也要问候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男人只有真心在乎你 才会连这样的细节都念念不忘 男人爱产了你 才会关注到你的一举一动 他才会真的在意你的心情变化 对于男人来说 自己深爱的女人若安好便是晴天 想要跟你玩玩而已的男人 通常都会出之大业 而对你用心的男人才会特别细心 特别认真 生怕因此你而不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